因為我們本來期待經濟部長施部長自動澄清 但是到現在他都沒有出來澄清 我們覺得這個謊言不能夠再這樣繼續下去 就是我們施言祥部長前幾天在立法院說 如果合一合二合三處理 要花這個就是合一合二合三處理要花三千多億的成本 他讓我們國人誤以為合一合二合三處理 我們還要再掏出三千多億來 我們覺得這是瞞天大廣 我們剛剛前五分鐘才從和後端基金的網站上拉下來了 他限他這個合後端基金從這個民國76年就開始開增 每一度核能發電 我們的政府當時都 克增了0.14到0.18元 那他這裡面要用於電廠儲異還有低方射性高放高放射性的這些廢料處理 他都有早就在這裡面了 然後台電人還說了第二個謊言就是說我們的核後端基金現在不夠我們除以 當然不夠啊 每一個核電廠是用運轉40年後除以來計算的 現在我們的核一廠的一號機用33年 二號機用32年 核二廠的一號機用30年 我們當時政府的預估呢 是要到民國104年才這個要克到三千多億 所以這三千多億根本不需要我們人民另外再從核包裡面拿錢出來 那施言翔部長我覺得他根本是說謊 因為核後端基金他在民進黨時代他當過次長 現在是部長 他不可能不知道核後端基金的運作 所以呢我覺得施部長呢根本就是白賊部長被剩佈定 國科會編了五年三百億要做國家型的能源計畫 裡面有快速資深反應了 這個就很類似這一次福島三號的這個核電 這個福島三號不太一樣 但是他裡面有這個布 那所以那時候我反對 我要求外交部駐各國的單位去調查 快速資深反應如在世界各國到底成功了沒有 結果呢英國非常清楚英國我們駐外的英國駐外單位 非常明確白紙黑字給我回文了 他說當時呢他們到了1994年就宣布放棄 但是他們的廚藝的成本呢 包括把那些土地恢復到可以耕種的棕色土壤叫做 Brunfield side要再多花29億英鎊 我們估計算之後發現呢 除役的成本是新建的成本的七倍 所以今天呢台電把這些 這個除役的成本低估 然後在我們的核電的美度電的成本裡面 他的計算方式我們覺得嚴重低估 但是台電跟施言響部長一直認為這樣就夠 既然認為這樣就夠 他就不應該騙我們 我的意思就是說核後端基金 這個他們的網站網頁上面 我們拉下來的非常清楚 那如果說他認為三千多億不夠 那他就應該重新估算 不應該做假賬 但是無論如何不應該欺騙人民 說核一核二核三除一 要再從我們人民核包裡面再多掏三千多億 我們先要求政府說核一二三場要立刻停機 做進行安檢 而且從政府的資料也顯示說 其實這三場即使是停機 這三五年之內甚至十年我們都不缺電 然後我們的政府就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另外就說政府就說 因為核電是最便宜的 我們待會先來講核電的成本 那說再生能源很貴 基本上我們從2009年台電的預算書看 2009年的台電預算書說 我們的發電成本呢 應該是核能只有0.677元 可是我們覺得很奇怪 因為照這個麻省理工學院做的評估 2007年假如我們從2003年到2007年的話 每一度核電這是國際的 一度大概是兩塊六到三塊八左右 那我們的技術所有的機具都是跟國外買的 我們怎麼可能比美國便宜 所以我們就去看他的預算書 那發現核能的時候他的預算非常的吊詭 火力發電有人事成本有燃料成本 那在核能的部分燃料成本是怎麼列的 他的燃料就是說燃料分攤率每一度 他說預計發多少電 每一度分攤多少錢 那個不是真正的燃料錢 結果燃料錢在哪裡 在燃料錢呢 在資產負債表裡面的固定成本裡面 列了355億 所以核電本來在這台電的正式預算裡面呢 只有列267億 結果燃料費列在別的地方有355億 這樣子算了之後呢 至少要兩塊錢一度 那我們這還沒有包括這個機具的更換 也沒有包括後端營運的處理 所以這些加上去 我們認為至少都要三四塊錢一度 絕對不是最便宜的發電方式 我想我們的這個核電廠的 從技術機組什麼都是從國外進口 如果國外那個發電 每一度至少兩塊以上 我們竟然是0.66 那台電要不是做獎賬 就是說他把國外先進國家所要求的 核能安全的那些成本 他投共減料 只有這兩種原因 那我們最擔心的是可能這樣 核設對生物的傷害 是沒有所謂的最低劑量 沒有最低安全劑量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多少毫希佛 多少維希佛 即使我們多暴露 就增加自癌的風險 所以未來呢 我想日本人他們這一生可能都活在恐懼之中 因為他們空氣他們的土壤他們的水都遭受到污染 所以他們的自癌風險增加 那我想呢 目前整個核一核二甚至核四核三 我們的任何一個電廠如果遭遇到天災的話出事的話 整個輻射層外線會涵蓋我們幾乎全台灣的水庫都會涵蓋進去 所以未來我們的土壤水也很有可能就是遭受到污染的這樣的一種危機 所以目前呢我們一定要戳破台電的謊言 我們要請政府這些官員要對國人說清楚 核電是昂貴的 核電廚藝成本更高 但是呢萬一我們如果發生到土島這樣的事件之後呢 我們就沒有未來了 我們的後代就沒有 這個第二圈呢就是20公里逃命圈 原人會告訴我說單單核二場 20公里就要測150萬人 我問原人會主委我說152人點片要怎麼發 他答不出來 我問他我問了原人會主委 我問了吳敦院院長 我問了施言祥 問了陳貴明董事長說 翡翠水庫離我們的核一場核二場多遠 沒有一個答得出來 這個是翡翠水庫 離核四核一場30公里 離核二場35公里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一兩個鐘頭或是半天 最慢半天之內 如果核電廠出事 我們半天之內 翡翠水庫就污染了 最外圈呢 是東京到福島的距離250公里 如果照這個距離來看 我們不只翡翠水庫 我們的石門水庫 我們德基水庫 全部被污染 也就是說我們中台灣以北 所有的水源都被污染 我們的政府可有任何對策 問了又問 質詢又質詢 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 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吳敦醫院長 醫院對我的質詢 他說委員 我要他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他說他無法保證 他連他下一個禮拜會不會感冒 他都沒有辦法保證 然後呢 陳桂明董事長在我的不斷不斷的 這個質問之下 質詢之下 我要他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他最後說 他是做發電事業的 他不負責保證 那既然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就是說人算不如天算 我們人總有失算的時候 一旦失算 一旦核電廠出事 你政府要有辦法保證我們 講到百姓的身家性命 不能夠讓我們呼天不應 叫地不靈 但是到現在 我問遍所有的官員 上志願長下到台電董事長 看來沒有一個人 對於這個核電廠發生輔導式災變之後 有任何的對應之策 最糟糕的是 我們所有的礦泉水 大概有六七成的水源地在宜蘭 然後你的自來水污染 你的小孩 你懷孕的太太 要喝水 要喝礦泉水 連我們國內的礦泉水 都出問題的時候 我問我們政府 是不是有進口礦泉水 讓我們沾泥喝進口礦泉水的心情準備 也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 總統講的說 我愛台灣 我要河安 我看起來 我們的政府官員 根本沒有辦法河安 所以呢 沒有台灣也沒有河安 你看這個北菜的部長 會比較有一個北菜的台燈 那台電如果 台電的核電成本 如果是這樣的數字 我們覺得台電可以去申請世界的金氏紀錄 出國比賽 比看看 一定第一名的 作孝第一名 北策第一名 明天就是愚人節 我們 呼籲台電 趕快出國比賽 0.67元的 美度電的成本 比全世界都還便宜 趕快去申請世界金氏紀錄 趕快出國比賽第一名拿回來 除役的錢 本來就應該放在核電的美度成本裡面 我們本來就已經有提列 提列的不夠 哪上就是應該要加快的提列 把它補到應該有的水準 在英國 在英國的狀況 英國政府所列的核電廠的除役成本 是新建成本的7.5倍 如果是恢復土地利用的成本 就是那個核電廠關廠之後 還要繼續做為一般使用的話 它就會是新建成本的72.5倍 所以算起來就是七八十倍的成本 這麼昂貴的廚藝成本 全部要算到核電的成本裡面 這樣才符合整個生命週期的計算 廚藝會比延藝更便宜 因為不管廚藝或延藝 本來廚藝的成本就要算了 可是你現在研議的話 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議的話 要付出更貴的代價 尤其是核一廠 它是1970年代台灣最早的核電廠 它當時的耐震的計算只有0.3G 因為核一核二距離斷層只有5到7公里 核四廠距離海底的火火山只有24公里 當時核一核二在蓋的時候 還沒有確定金山這邊的三角斷層 所以在當時還沒有確定它為活動斷層的情況之下 用了比較低的耐震的設計 但是現在全台灣都已經知道核電廠就蓋在斷層旁邊 那很顯然如果要研議的話 就要提高耐震係數的設計 那這樣子就會不敷成本 我們呼籲大家4月30號向日葵廢核行動 大家一起站出來 要求核一核二核三 這三座核電廠提前除役 那經濟部北插保長賣個盆 東電曾經請求日本監職人首相讓他們的員工撤場 但是監職人首相說如果東電員工撤離的話 東京鐵完蛋 但即使有福島英雄福島烈士死守在核電廠 這個監職人首相都曾經被迫出來說 要有東日本完了的心理準備 我們不希望有一天我們的總統或院長出來說 我們大家要有北台灣完了的心理準備 外海海底有24公里處有海底火火山 所以我們的狀況是比日本還脆弱 那海洋大學李昭欣老師也跟我講說 我們的地質條件比日本年輕一百萬年 是比日本更不穩定 今天要花三千多億 那我們的國人誤以為說 我們還要再從核包裡面掏充三千多億 所以就是到這個2025年的話 我們核一廠的一號機 事實上已經運轉超過四十年 是四十七年 所以事實上今天是我們大家 面對我們環境基本法非核家人 大家做起來討論 我們如果核電廠發生災害 我們要播出多少代